他们所观察到的台湾人特征 其中一点就是 台湾人超爱讲英文的 他发现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呢 是很爱掺杂那个英文 举个例子说 好像台湾人很喜欢讲的 我才不在乎 他们通常不会这样子说 他们会讲 我才不会care OK 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也会打配一个手势 这样 I don't care 样子 我才不care 样子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网友讲什么平台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oream Roy 今天我们要谈的 topic 是有关于 你们会不会很好奇 外国人眼中的台湾人 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个影片呢 他就有一个台湾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呢 去讨论这一个topic 他就透过了 台湾人和韩国人的对话方式呢 总计了这四点 韩国人眼中台湾人的特征 透过不同国家的视觉呢 常常呢会发现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文化交流有趣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主题是 同众一样的 新鸡的动作 新鸡的动作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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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鸡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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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YouTuber频道 南韩男子呢 时常在频道上呢 他会邀请居住在台湾的韩国人 来分享在台湾的趣事的 OK 先大概聊一下 那一个频道咯 至于那些台湾文化和外国人的 化学变化呢 也是相当的有趣的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台湾男生呢 又进呢 他就邀请到一个韩国的男生 他们一起来讨论 他们所观察到的台湾人特征 其中一点就是 台湾人超爱讲英文的 他发现 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呢 是很爱掺杂 那一个英文 举个例子说 好像台湾人很喜欢讲的 我才不在乎 他们通常不会这样子说 他们会讲 我才不会care OK 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也会搭配一个手势 这样 I don't care 样子 我才不care 样子 说明台湾人的右近啦 就不仅拍手赞同啦 因为他自己也 可能有这一个习惯 朋友们 在中国语言的时候 在英文中 有点有什么 例如 我才不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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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点 我才不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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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如果你要 承扎个人很心切的时候 通常台湾人 他就会这样子说 你真的很nice 有吗 有没有很像 然后呢 就有很多人留言 很赞同他的说法 有没有很像 我觉得这个很好 有没有很像 我觉得这个超nice 超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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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台湾人很喜欢夹杂 那个英文字 一起说出来 我们malaysia 也很paint 那种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 就是淘那一个feel 要一起参在一起 有时候这样子讲 才会更顺 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说话 ok啦 如果在formal的那种交团上 可能就得注意一下 除此之外呢 他也是有发现到 台湾人呢 只是天气稍微冷了一些呢 然后路上就会出现很多穿 羽绒外套的路人 或者是地车的骑士 让他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 因为那个羽绒是要在很冷的情况下 你才会穿的嘛 然后现在在台湾稍微冷一下 他们就被打开 就一定要穿 我认识是10度 でも 大学生的队长 都在泰谊上 就少了 那就少了 就少了 在那些天池 黑店 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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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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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警 是 大学生的 温警 激 泰谊 但是韩国的英文政府的那种感觉 有点少许饭 韩国的肯定 羽绒不是像以前那样 哇 厚厚 只能冬天穿这样子 就算那种比较秋天一点的那种 冷一点的天气 你穿也不会觉得很热 第三点就是台湾人超喜欢日本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在台湾那边 其实有买很多日本牌子的产品 日本人很喜欢日本人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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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可能台湾 根据历史 台湾曾经是被日本侵略过这样子 但是呢 如今台湾的人也是非常的爱日本牌子 所以就觉得这里会有一点点矛盾啦 但是其实也不能一起来说 因为台湾应该是说日本牌子 应该是说日本产品其实都很好用 最后一点就是他有说到 如果是在那一个新冠肺炎的期间 路上的台湾人都很爱戴口罩 怎么说呢 因为他很担心 他会观察到身边的人几乎都很担心 会带给别人困扰 所以当他们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点生病 或者有一点症状 他们都会戴上口罩 和韩国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这四点呢就是 他们有观察得到的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是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戴口罩 是当他们素颜的时候也很喜欢戴口罩的 对于台湾人都很担心 在车站上也要用戴口罩 所以要用戴口罩 因为还要用戴口罩 因为当他们的戴口罩 也要用戴口罩 用戴口罩 也要用戴口罩 也要用戴口罩 OK 不用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友到底说什么 英文的部分很多韩国人应该更胜一筹 这就是台湾的文化啦 夹杂英文念起来比较少 顺啊 英文翻成中文念的话感觉也没那个feel 其实很多热文当中也会夹杂英文外来语啊 很正常的所以没毛病 但我觉得韩国人现在年轻女生也很爱日本啊 而且你们高中就可以学热文 台湾还要到大学才有办法真正学到热文 高中教的热文只能学到基础50音而已 但台湾人是很爱去日本很喜欢日本文化 没错 台湾其实也很喜欢去韩国 因为和日本都属于北亚地区 消费也差不多哦 但韩国给我们的感觉比较进步 现在来讲 因为日本今天和美国一样 公众建设都老旧和年久 私修但韩国相对少 还有韩国吃的口味和台湾人很像 喜欢重口味及辣味 若问我现在日本韩国谁好 或想去哪个国家旅行 我二个都会去两个国家都喜欢 我觉得爱讲英文这点韩国人更强 而且他们强在英文已经融入韩文里 就是爱不知自己是讲英文 如果有看西游记就知道 之前他们玩不能讲到英文的游戏 结果就是一直一直讲英文单字 只是是韩语发音 不过觉得他们这样也不错 被英文单字比较快 就算一些韩国的drama 也是有讲的一些英文单字 是很正常不过的东西 羽绒外套制作越来越精良 有时做得很轻薄短小 春秋未凉也可以穿 不觉得会太热 但我觉得韩国人也 蛮爱夹杂韩式英文的 看到不认识的胆子就玩英文猜 猜中率很高 如果现在在看影片的是台湾人 你会不会也有这四种特征 或者是有没说到的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时间也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的朋友的话 可以follow我的IG K-O-R-E-A-M-U-I-I 今天也要follow网友讲什么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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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